穿舉衣 白褲留著一頭長髮的女子 帶著紙箱 來到婦產科診所外 當場撒出大量的明智 隨後直接離去 還就是南區移住婦產科診所外 13號晚間7點多 突然招人撒明紙 民眾走在7樓發現前方有狀況 當下決定繞刀而行 網路上也出現對婦產科診所的指控 表示醫生未醫規定自行包藥發藥 台中市衛生局介入調查 診所對此否認 婦產科診所表示撒明紙的 就是已經離職的前員工 已經委託律師提告 警方獲報後認為情節涉及恐嚇 將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 3D新聞 楊敬玲 佩軒 台中採訪報導 都要